民进党党主席选举今天登场 而苏贞昌除了接连两天 在平面登广告来拉票 一大早是展开败票行程 动作频频 不过面对许姓良解读 这苏贞昌呢担任党主席 团结2014-721的选举 不是他的唯一要务 而是2016选总统卡菜的动机 而对此苏贞昌低调回应 他表示说尊重参选的看法 拜托拜托 董主席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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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躬弯腰外加一个大大拥抱 孙昌抢听民进党主席宝座 投票这天继续上演 八小时马拉松拜票 只是外界解读 冲冲冲这么拼 是不是把党主席当2016 敲门砖 您在2016的部分 要不要参选表态 我相信每一位民进党员 会勇要投票 他们会为党 搞出最好的主席 做主席的人 就是认真的 把民进党带好 同时要打赢2014 党主席之争 孙昌尽管党内呼声高 还是不敢大意 接约两天 在报纸买下半版广告 有六个人握手的团结牌 也有一人入境的使命形象 孙昌动作频频 垫高党主席的名义基础 见对手许信良直言 发出预警 说自己参选 就是为了防堵苏仁昌 在2016卡住蔡英文 意思就是说 希望你不要卡到 看其未来的 2016总统新的玩意 我都尊重 每一位候选人的意见 民进党新出路党魁 能拥有党秘书长 和一级主管的任命权 除了主控 2014七合一选举布局 也间接拿下 总统参选入场券 顺势学报 民进党内2016卡位战 提前开打 中文新闻 王淑敏 邱晟文 SNG小组 新北市报道 新北市报道